寧可你提醒我的時候我有錄影 但是不要就是漏掉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第一個角色要是 第一個 接著講義裡面看到就是左腳在後右腳在前 所以左腳應該是不用動 左腳不用動 右腳要動 那你們到時候其實可能腳下會有一個所謂的那種整個角色放哪裡的控制器 那個不要去動它那個留在原地就好 你先把這個拉過去然後再來是這個不要拉 因為每個角色的控制器都不一樣 第一個記得先做我這一個 因為我這個做完以後你再去碰你那個你會比較 你會有一些問題 我就是讓你在上課問我 因為你下課自己弄絕對做不出來 好這個是 就是右腳在前左腳在後 先調一個這樣的 然後再來呢是他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叫做Global Control Leven Low Rest Global 你看這邊就寫了 Global Control就好了 他前面寫了一大堆廢話 其實我們要看的就是Global Control這句話 就是整個角色的骨盆移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現在呢Global Control稍微移到底部一點 那切到Right View 我們這邊看一下 他應該是在前腳跟後腳的中間 他的高度應該稍微再降低一點 為什麼因為我希望他的前腳能夠稍微 就是腳尖的地方抬起來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Heal Rotate X 這個地方是X軸 有看到嗎 這是X軸 有看到嗎 所以呢你這邊呢 點他Heal Rotate X 稍微調一下 這邊的數值應該是-15 -15是因為我覺得上課你這樣做 你會比較容易記得起來 不然其實真的Key動畫誰在完成去這件事情 選到這裡 然後這邊這根關節叫做Bow Jones 所以Bow Jones稍微中間拖拉 先點這個位置 變得是藍體白色 選到以後呢 中間拖拉 哎呦 你看我這動畫是- Bow Rotate 這不會剛好是15吧 有點猜不出來 我不知道我獎益寫什麼 因為我不想跟獎益差太多 但我自己Key的話 我完全是不會去管獎益寫的 哎這是什麼 現在不要關掉 看一下 Bear Rotate 喔 Bear Rotate 我這邊設30 我希望這樣跟獎益一樣 這樣Key才不會就是差太多 這邊呢點到Bear Rotate 就是這根關節喔 右鍵 P Select OK 所以呢他現在切到這邊來看 是長這樣子 再來呢 呃 這個剛剛我們設的東西已經設過了 Bear Rotate 什麼東西的 接著呢 是移動工具要盡量設到 Local 這邊有寫嗎 好像沒有 選擇工具要是Gimbo Gimbo因為他轉的軸向 是盡量只有一個軸向 然後再來是關鍵 那再來就是手要放下來 手要放下來這件事情喔 我們等一下再開那個別的Rig來講一下 看一下喔 首先呢 一定要去找 這種像類似 你一定下載的 角色一定會有IK的開關喔 所以這邊IK Plan 我要設0 所以他就變FK喔 你的角色 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 不管啦 你等一下就是 先 用這個東西做練習 所以他IK Plan Value 是我們的IK 在設的時候可以切換IK跟FK 你看 有沒有看到 IK IK的時候就是這個東西可以 逆向就算你的關節怎麼旋轉 那我設FK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關節一個一個轉 所以我現在點到他 IK Plan Value OK 然後呢 這兩個關節呢 我現在 去翻子不放 選這兩根 我先把模型關掉好了 我怕你搞錯 選這一根跟這一根 OK 旋轉工具點兩下 用Gimbo Gimbo的意思就是說 他盡量只轉一個軸 做角色動畫 不管換哪個軟體 當你做角色動畫 旋轉的方式都會切到Gimbo 那Gimbo以後我們再討論 因為他有點囉嗦 你這邊的現在先把他轉下來 先把手放下 然後再修後 把東西都顯示出來 後錢出來以後呢 我們這邊看 第一個動作是這樣子 後手臂呢 他擺的角度會比較低 但是他是打直 前手臂會打的角度比較高 但是他前面的手臂呢 在手左的地方會微彎 OK 這要注意喔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先做到這裡 你看 先到這裡來 OK 這應該是要往前的 對不對 然後按向下方向鍵 關節的那個上下關節切換 要不然你直接去點也可以喔 你可以開 這個功能 就是直接去選關節也是可以 上下關節可以這樣選 上下方向鍵 好這邊呢這樣子選 OK 接著呢 是這裡 所以切到這個角度來看 你可以看到 然後 後手臂 擺的角度比較沒那麼高 前手臂擺的比較高 而且是微彎 OK嗎 然後大家記得 前腳剛著地的時候是 腳跟先著地 喔 那腳尖的會往上 去翹起來 後腳的話呢 他會是Bow Jones做旋轉 那這個記得這個高度一定要先切到移動工具 一定要記得要稍微 你一定要先放下去一點 不然他就會 沒有那個效果出來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自己先調這樣子 而且記得這第幾格 這是第一格喔 然後再來呢切到動畫 切到動畫 key setkey setkey的話呢 其實這邊呢 大概就是 預設值就是setkey at the current frame 然後 開始 沒有想 有點不太想看 所以這邊有個紅點 所以這邊有個紅點 有看到嗎 紅線 這是設的關鍵 記得喔 這個一定要先開喔 這一定要先開喔 然後你做到這裡以後呢 怕你出問題 一定要 increment set OK嗎 這樣編號第二個檔案就出來了 5分鐘10分鐘15分鐘 一定要存一個檔 不要相信自動存檔自己存最實在 好 畫面還給你 做3D一定要自己隨時存檔